今天我們學習如何調整一個樓盤 樓盤盤很特別的 當你把樓盤這麼小下來 這個是C,這個是D,這個是Eb,這個是F G,Ab,Bb,C 所以如果要調整C Major的時候,這三個就要這麼高的 其實上前大家都學了 所以我們調整琴的時候,一定要把樓盤這麼小下來 這三個調整的時候,要特別注意 它不是E,它是Eb,Ab,Bb 在某些調整上面,它會出現D-sharp D-sharp和Eb,D-sharp和Eb都是同一個音 所以要調整這件事 這個,它會出G-sharp和Ab 這個會出A-sharp和Bb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好,我現在由C開始調整 跟2-paddle-sharp一樣 你要調整到Aero在中間 如果它偏向左邊,即是太Flat 偏向右邊,即是太Sharp 所以現在是有點Flat 這樣就要向前,這樣 推到H-sharp 然後再調整到H-shar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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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我的手正在調整到H-sharp 不過它的幅度很小 所以你調整到H-sharp 所以你調整到H-sharp 已經調整到H-sharp 已經調整到H-sharp 這個C-sharp 它一定會有些擺度 所以你盡量 現在好像有點Sharp 你再調整到H-sharp 你再調整到H-sharp 然後再調整到H-sharp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到D了 它很明顯是太Flat 所以我們又要向前 扭到H-sharp 風度可以大一點 這樣 這樣 這樣就差不多了 你看到它太Sharp 你也要扭到H-shar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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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會扭到H-sharp 把它扭到H-sharp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來到這個特別的音 它是E-sharp 看看這個Tuner 上面出什麼 它是出D-sharp 所以大家要留意 這個音調整的時候 要是D-sharp 要是E-sharp 要是E-sharp 你也是同樣地 調整到A-ro 去中間 很少 很少 這樣就對了 下去彈一次Track 都是非常好的 好 到F 很容易 調整到F音 就沒問題了 A-ro停在中間 下節上差不多就可以了 G 很容易 那條線也沒什麼走音 就OK了 停在中間可以了 好 來到這個A線 它一定會出G-sharp 或者A-flat 有點怪 有些字聽不到 對 現在看了 它會出G-sharp 所以大家 將它 有時候 Tuner的反應 未必是很敏感的 就不用那麼害怕的 啊 什麼事呢 不用了 等一會兒再看看 再detect到的時候就可以了 現在它也是G-sharp 不是A-flat 就不需要留意這些東西了 OK 差不多Tuner 好 到B-flat B-flat 也是B-flat 或者A-sharp A-sharp 就是A-sharp 就是這樣 Tune完 Tune完 哦 已經Tune完 一個八度了 我們Tune到G-C了 有些分 可以扭前多一點 Tune完 Tune完 Tune完